大家好 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 中午12点 凡震东终人无可忍再次发生 牛国粮获出台新规定 今天和球迷们一起来聊一聊 国拼的明日之心 凡震东 众所周知 国拼难对 凡震东是最有希望 接班马龙成为国拼新一个的 因此 很多球迷对凡震东 是特别的喜爱 那么 球迷的疯狂追星 也给凡震东带来的一些困扰 在传论会之前 凡震东在机场的时候 就招入过球迷的围堵 当时现场陷入混乱局面 随后凡震东就发文了 要求 部分球迷要有分层感 把握应有的礼貌机性 而起了 粉丝的疯狂追星了 也打扰了机场的秩序 因此凡震东在前面已经呼辱 粉丝要注意自己的行为 不要去干扰正常的秩序 那么就在近期 中午12点钟左右 凡震东再次发文 可以看去 凡震东终于是润无可忍 说明了某些球迷的过激行为 确实影响到了凡震东 而且给凡震东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影响 现在正是备战四篇赛的关键时期 凡震东希望球迷们能够互相理解 互相争斗 而且凡震东明确表态 希望粉丝竞争润动人凡震东的成长 而不是去过度的关注赛场外 普通人凡震东的日常生活 更加不要去窥探 凡震东的正常训练生活 说明了某些粉丝的过度追星 已经影响了凡震东的正常训练生活 因此小胖才会再一次发生了 呼吁球迷们要理智追星 反对饭船的不良风气 摒弃了凡震东还重生 不收礼物只收信件 希望粉丝们不要给他 这个赠送贵重的礼物 那么可以看出 凡震东不止个人技术方面 又成为国拼一哥的情志 而且在弘扬正能量方面 更是球迷们学习的榜样 很多球迷给凡震东起了一个外号 称他为人精清醒 虽然说凡震东现在的人气 非常的高 但是他依然保持着理智 时刻去维护国拼的形象 弘扬国拼精神 希望球迷们 竞争赛场上面成功的国拼队员 而不是在私底下 像追捧人类明星一样 去疯狂的决心 那么因此 很多球迷知道这个事情之后 也是呼吁国拼的掌门人 刘国良指导 应该驱守 解决这件事情 大家建议 刘国良指导 是否能够驱探一些新的规定 禁止球迷 打扰国拼队员的正常训令 禁止一些疯狂的追星行为 所以不要让这个国拼的球迷啊 这个追星的行为啊 搞得像这个追捧人类明星一样 这样啊实际上会从一定程度上面呢 这个影响国拼的良好形象 那么因此啊 很多球迷看到反正东的再次发声之后啊 也是表示大力的支持 希望啊 这个国拼的球迷 不管是支持反正东 还是支持其他地方 都要保持理智追星 更多的关注啊 球迷在赛场上的表现 不要做出一些疯狂的追星行为 这样啊 会严重影响国拼的正常备战 现在球迷朋友们认为呢 今天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